師傅你回想一下 我們多久以前 做過一次免打牆修漏水 我跟你講今天更厲害 我們上一集不是在洗水管的時候有提到嗎 怎麼不打牆的情況下 如果你水管破洞在RC牆裡面 要怎麼補肉 如果說今天你家裡面是貼石頭的 還有對火的 貼得很漂亮 你真的要去挖它嗎 為了一個漏水點 可能整間浴室都要打掉重重 那幾十萬就沒了 之後我們後面才漸漸的 就認識到有一種新的工法 在你打牆去修漏水管之前 不妨你可以試看看 鮑哥你以前看過我們的影片嗎 我看過啊 你有沒有覺得那是 小兒科 不敢說不敢說 不敢這樣講 我跟你講沒關係 你覺得我們是小兒科或什麼都好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準備了兩個模型 一個是比較正常的 一個是夜市部精心幫你準備的 了解 這邊嗎 割一個地方加一個洞 看它真的有沒有這麼厲害 不好吃 好不怕喔 好有裂開了 再給它一個洞好了 好啊你喜歡哪裡 它的腦袋 那不然就 不然就這裡啊 水啦 兇手絕對不是他啊 絕對不是 不是夜市部 果然是夜市部啊 對果然是夜市部啊 我們也想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厲害 其實這個東西二三十年其實就有了 二三十年前就有了 對因為其實這個是從國外引進的一個技術 那在國外它是專門來修復地下管線使用的 地下管線其實你要去找或者是你要去開挖 工程浩大 對工程非常浩大 所以這個技術有一個好處就是它不太需要找漏水點 我們只要去判斷是什麼管子在漏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破壞任何的結構跟敲敲打打 好啦那就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到底有多勁爆 欸對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你是不是自己也沒有看過 補完的水管到底長怎麼樣 對啊因為我們不可能補完再去敲人家的牆吧 我覺得可以啊 那個就真的沒辦法 對 好啦實測給大家看啦 好OK來吧 GoGoGo 好先拆模 豹哥會不會很擔心攜帶 我是不擔心失敗啦 只要結構牆裡面的要失敗真的很難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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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為什麼沒有先講 你怕不怕失敗 不好說 那這個補漏的大概是要怎麼去進行 會先檢查是不是真的有在漏水 因為漏水的因素太多了 不是有的冷熱水管排水或是防水都有可能 對還有隔壁的水 對 所以我們都會先試壓 試壓 對對對 所以我們直接是拿空壓機接的 對 對我們一般都會用空壓機 然後打空氣進去 因為空氣分子比較小嘛 所以基本上如果有微漏或是什麼 我們都看得出來 那現在是壓力值是0嘛 然後我們先確定就是 它的水龍頭都是關緊的 有關緊的 然後這個是 先打開嗎 先打開 對 先打開 喔你還要關起來還打開 打開開著 開著 喔對不起 你們是同行嗎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是打空氣進去 喔 喔 瞬間5公斤多 啊靠 你看一直在降壓有沒有 降壓其實就是代表你水管漏水 漏的還蠻嚴重的 蠻兇的 那我們現在來測另外一隻 好的 直接打開齁 嗯對 現在一樣 數值是0 那我們一樣打空氣進去 6公斤 欸這個掉的就比較慢了一點對不對 嗯 對 像這個大概一次降低1.06左右 代表確定說這隻水管有漏水 欸報告我有一個問題 好請說 你自己食物今天上你有修過肉這麼大這麼嚴重的嗎 不多啦 可是還是有啦 你有成功嗎 有成功啊 你有幾%的信心 59吧 6.0.01的那個退路讓我 哈哈哈哈 好交代 包括我在你駕車之前我可以請教個問題嗎 那像我們像這兩種 一種是小肉跟大肉 對 那我們在補肉的時候 這個技巧或者是原則上面 有些差別嗎 肉的大小其實跟你到最後要加的那個藥劑濃稠 有影響到 喔濃稠度有差 對有影響到 然後還有是 要去判斷它的結構的鬆散 我們打藥水進去的時候 我們會看它的降壓的速度來去做調整 OK 那就我們就直接來架 所以我們現在先狗藥水對不對 可以啊 這個比例基本上就是 10公升 配100cc 如果它肉比較大的情況上面 那我們就可能會比較濃稠一點點 我剛剛才在想那個味道是什麼 有點像白椒耶 其實它有點類似像樹脂的成分 它這個吃下去會不會有問題啊 這個都有送SGS認證 對人體都無害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很像Keybis 哈哈哈 要來一杯嗎 那我們要用手動試壓機 先跟大家說喔 這個真的很難買 豹哥花了一個星期在淘寶 終於找到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其實它也可以做抽藝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去做館內補漏 如果家裡有興趣做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台來試看看 就說這台是可以DIY的嗎 對 我們就先從最Basic的開始 如果我失敗應該都是葉師傅的問題 我等一下需要排空之類的嗎 對 裡面要排空 然後這個就很簡單 它就是這樣子一直手壓 有壓力上來了 這裡 可是為什麼它這邊不會有洞啊 因為其實這邊是最近的管子 所以它過來這邊還是壓力會有落差 一般我們都會打到7公斤啊 7公斤耶 對 好 破了耶 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 壓力上去 這樣 我們看一下壓力上去 這個應該會失敗 這個會失敗 你沒看到聽到有啵一聲嗎 有啊 那應該是拖管 可是應該不是耶 我覺得猜想的是 水泥這邊被撐開了 代表我們的藥水已經滲到這個外面來了 那我們就是讓它乾一下下 我們等一下會加第二道粉 喔 它不是一 沒有 它是有第二道的 喔 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第一道一定要讓它先滲出去 所以 一般基本上 只要看得到出藥水 成功率都很高 那我們現在用 第二個來做 然後我們會用比較專業的設備來 它會依照它降壓的速度 然後它會自己再填補藥水上去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用這台來試看看 那個是什麼 瑪德堡半球嗎 這個就是壓力球 因為我們打的壓力會太大 然後它會倒流回來 我們必須用一個壓力球去止住它 所以這個數字顯示就是壓力嗎 那個是我機器預設的壓力 就是它至少會從2.5公斤開始往上打 好 先來打 包哥 你是現在排氣 讓它管制內充滿意義 沒有 我先確定機器會不會抽到 我的藥水 你現在沒有做這個確認 等一下都會打進空氣裡面 你可能就會不太準確說 到底是不是有打進我們的藥水 所以現在就已經開始在運作了嗎 所以現在就已經開始在運作了嗎 然後機器它就是你看喔 因為我設定其實是7公斤 它只要降雨6公斤 機器就會一直補 冷水管我們會設7公斤 那熱水管我們會因為看它的管材 會設到9到11公斤 那所以這個東西要等多久 基本上第一道要等一個小時 那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看那個葉師傅 要不要用烤雞給我們吃 葉師傅 葉師傅 那我問你 它不是要等它幹嘛 那你一直在補它 裡面不是不會幹嘛 我們等一下會讓它 機器不再補啊 我們今天的模型它可能比較小 可是一般住家它是很大的 對 所以它不會那麼快就出入藥水 它現在降的速度啊 我們就會去看假如說 幾分鐘降一公斤 假如說30秒降一公斤好了 它可能到最後會變成 一分鐘才降一公斤 甚至到5分鐘才降一公斤 就是代表你的結構慢慢有推天會 慢慢補漿 對 那我們就會開始來做第二道的釣水 好 那就先等它一下吧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加第二道的骨肉粉 成分不太一樣 對 不一樣 我們直接跟著第一劑下去走就好了 對 它是添加上去的 比例要怎麼拿捏 這個大概可以裝100克左右的粉 要幾公升的水 如果像我們剛剛是用10公升的話 那可是因為其實這個跟 你肉的大小還是有關係 這個真的是單純靠經驗 我們剛剛只是添加上去 那我們就是一樣 讓它可以抽液進去 欸 降很慢耶 對 開始降的速度有變慢了 那個 我們要來做手動的這一台 蛤 你就直接這樣補嗎 不用再多加一點骨肉粉 不用啦 夠就對了 對 一樣要殺到7公斤嗎 對 喔喔喔 它開始潑潑潑了 如果這一個它的肉的量還是很大的時候 像這個 等一下還會再做一次對不對 對 基本上 像它一直在漏 那我們就是這道藥氣再讓它乾 大概20分鐘左右 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驚喜的消息 我們反而小顆的失敗了 對 大顆的成功了 我們大顆的現在占壓目前是多少 7.9吧 那反而我們小顆的現在是 沒辦法嘛 完全沒辦法 報告我想問一下 像你研判為什麼小顆的會失敗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水泥結構它不夠扎實 所以我們壓力一進去的時候 它後面看起來它整個都已經裂開了 對啊 剛剛原本沒有打壓力的時候 它這邊是沒有裂縫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模型 可是你要想一般住家的結構牆不會這麼薄 棒數一定會更高 所以基本上在家裡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我終於知道要怎麼跟客人講了 假設今天報告去補就沒有補好 你家房子太大 你家的RC真的做得不錯 我是不敢這樣講 好啦 師傅我們現在不如這樣 我們把它切開來 我們用內視鏡去看一下 它裡面補好跟沒有補好狀態 OK 切掉了 來看一下吧 我想看一看裡面到底給我什麼進行 我真的沒看過裡面啦 我們先看有成功的啦好不好 你知道我們這瓶刀對人家向來都很 哇塞 有一隻鐵釘這裡 然後其實因為我現在被鐵釘擋住了 後面過不去了 注意看一下後面還有很多隻 那旁邊這個 一點一點一點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藥水 那基本上等一下水進去它就沖掉了 然後那我們有做一個失敗的 旁邊都還是我們的藥水 它可能要動一動轉一轉啦 因為它會它有接頭的關係啦 但是應該還是有機會過得去 應該是看不到 那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看不到嗎 我們要試看看另外一邊 這邊剛好一個彎頭過不去了 看來是有些地方是看不到啦 沒錯沒錯 豹哥頭太大了 不好 這是好事嗎 誒問個提議 不然就我們把它打掉 然後我們來看外觀到底長怎麼樣 好的 好我們試看看 好 哦起來起來 管內補不是像你們所謂的只是補洞而已 因為補洞其實幾年後它可能就還會失效 因為我們主要補的是結構啦 一般住家最容易漏水的地方其實是這一塊 彎頭是最容易的 所以基本上都會從這邊開始漏水 那另外一隻呢 一樣啊 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這個就沒有補到就對了 對 因為它的結構太鬆散了 那個壓力一打上去 它結構就整個裂開了 像這隻是我們成功的那隻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在試做之前 它降壓速度很快 那我們填起來的時候發現 到最後是7.9公斤都不降壓 然後我們最後又用空氣去打6.1公斤左右 都是不降壓 實驗終於做完了 費盡千辛萬苦 不過師傅我想問你 你對於整個實驗啊 這整個水管內補 你有什麼新的想法嗎 我相信我的想法跟大家都一樣 可能會以為了說 這個水管如果我有個洞 然後這個洞會不見把它補起來 我以為會有一層膜之類的 對對對 但是今天這個操作 跟這個過程的原理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它不是吼 比如說原本這邊有個洞 我們的結構在這邊 那水會透過我這個結構 然後從這個縫漏出來 那其實內補的作用 只是從藥水從這個水管裡面進去 把這個縫縫跟這個地方把它填滿 填滿了以後呢 這個材質有防水的效果 它水就在這個地方 形成一個封閉的回路 水就出不去 達到紫漏的效果 等於說我們下的這個藥劑 它只有跟RC會作用 對它跟PVC管不會起任何的作用 所以它不會造成水管阻塞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疑慮 就是說這個藥水到底是不是安全 像我們那時候用缺氧膠 超多人就一直在那邊講說 有毒喔 這個吃蝦肚會不會怎麼樣 很多人會有這個疑惑 那這些藥水都有送SGS認證 都無害的 那主要是 我們在濕作完之後 第一我們會用空氣 盡量把藥水吹掉 然後第二是我們濕作完的時候 我們還是放水流 大概會流個10到20分鐘 可是主要是你第一道有用空氣的壓力去吹乾 管內基本上已經不會殘留太多的藥水 對阿而且鮑哥剛剛講的 你看它這個藥劑在裡面 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把它Rinse成乾淨 你看它其實在PVC管裡面 它都不會形成任何的一個結晶 不管是PVC管白鐵或是鐵管 都沒有起任何的作用 那會這樣問難免是怕那種老舊水管 本身就已經很堵塞了 再這樣子去弄結果又更小 是不會造成這個問題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鮑哥你在平常去施工的時候 你的程序就跟今天一模一樣 對是一模一樣的 哪有你明明就還有第三道 我哪有 你說第三道 對啊 基本上它還有三道 你等一下 哈哈哈哈 不是說不講第三道 我們基本上有幾道工程 第一道就是我們的藥水 然後第二道就是骨肉粉 基本上如果這兩道可以做到穩壓 那就是成功了 那有些會有特殊情況 那我們可能會加到第三道 第三道就是結晶體 瓜哥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發現去補水管這件事情 好像大家行情也不太一樣 像你們這邊的保固 或者是這樣的施工 給客人的保障 內容是什麼 大致上的同業都一樣 就是基本上是保固一年 我們這樣講好了 數字上的表現是 讓我們表現是成功 可是實際上 像我啦我個人的做法是 我在數據上是成功的情況上面 我就會請客人使用個兩週 確定沒問題 才代表它沒問題 因為我們曾會遇到的 叫做假性不漏 其實它藥水沒有附著出去 它只是附著在那個孔上面 暫時在機器上面 是沒問題的 是穩壓的 可是實際上它只要用個一兩天 或是甚至到一兩天禮拜 它就會發現 我家又繼續漏索 那如果你發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還會再去幫客人做好嗎 像我一般我的做法是 我們所謂的保固一年 就是如果它在施工完的一年之內 只要它有問題 我們就會再去實作 像我的個人經驗 只要是三次都失敗 我就會判斷這個管子補不起來 我們可能就是全額退費給你 好負責的男人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經驗分享 如果你今天武嶺是已經四五十年了 你已經確定說我這房子不會再賣了 那我二話不說 我就請你改民館了 因為民館是我露眼都看得到 那我可以馬上修復的 那不管你今天是用館內補 或者是今天請人家來挖牆修復那一段 我覺得沒有一個師傅可以跟你保證說 他這一百年都不會漏索 不可能 對阿不會換我們鑽什麼 喔 我就回應到你片頭上面講的 與其這樣整個打掉要花二十萬 那你不如先試試看內補有沒有救 對對對 像我最近也是遇到有一個客人 他因為浴室非常大 大概有到兩瓶多 超大喔 然後又漏水 甚至漏到他的房間外面 他整體的工程 如果浴室全部要敲掉重做 我個人預估三四十萬跑不掉 但我就跟他說 在你花這條錢之前 你有沒有考慮做其他的方式 說不定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仔細電的內容 那如果對這個水管內補 還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你有經驗 都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好記得啦 沒錯 每週五晚上即時準時收看 YouTuber再隨便 掰掰 是不是想直播 欸沒有我們真的 如果有實際的案例包 跟我們可以去分享 可以啊 因為可能下 我再跟你說 你說抽成的部分 哈哈哈哈 你現在出門機桶 公開就可以了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好嗎 我也會流汗啊 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 我還是要去刷油漆 哈哈哈哈 還是說你有因為漏水 花了超級多錢的經驗 欸對啊可能有一些消費糾紛對不對 嗯 我們下一集再講 好啊 哈哈哈哈